我还要持续来关心就是这个被列为国家三级古迹的嘉义仆子佩天公 在昨天凌晨发生了大火 初步鉴定 怀疑起火的原因很可能是借助在佩天公的信徒 将摆放乡涂的香蛋就放在木制的桌子上面 而香灰掉落到桌面温度过高 引起了火灾 而且现在伤脑筋的是 昨天这个正殿被烧得面目全非 不少的木雕是出自国宝级工艺大师之手 现在要修复 困难度很高 佩天公正殿内的神桌上摆放从其经天圣宫来做客的神明 神桌旁的室屋桌上则放着天圣宫的香蛋 这个位置先冒出烟之后 随后窜出火光 火势越来越大 从冒烟起火到农烟窜出庙外 只从天际才被民众发现 时间已经大约一个小时 正殿上方的木造建筑在大火后全部被摊化 而底部是树根 搬不走的正殿妈祖 慈祥的脸庞上剥露了一大块 暂时摆放在主殿二楼相防的二十多尊受难神明 虽然已经经过庙方人员初步整理 但因为外搭的神明衣大多被烧毁 包含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开机妈在内 都只能暂时以红布裹身 遭遇火劫 让身兼佩天宫董事长的铺子市长王如今 也禁不住红了眼眶 因为第一边听到那个火镜的事情 冲一遍来 看整个都火 一般的香袋里有个香炉 进香时香火不能灭 可能就是因为温度太高 香会掉落桌面才会引发火势 这香袋是高雄骑津天圣宫所有 原来这个月二十三号 天圣宫首开搭船进香先例 从骑津上船到布袋后 下船步行到北港朝天宫进香 来回都借助在佩天宫 而一旦确定起火原因是香袋 天圣宫相关人员恐怕会吃上公共危险官司 大火后 文化部已经要求庙方 在一个月内提出抢修计划 六个月提出修复计划 只是在看看庙内正殿现在的模样 要完全修复 还得花很长时间 记者郑荣文 嘉一线报导